原标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许齐亮为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声明,参加张又霞主持。 出席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今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15位代表聚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为新时代强军事业积极建言献客。 许齐亮为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声明参加会议。 张又霞主持 会上 陆军第82集团军副军长李明代表,就破解制约战斗力,提升矛盾问题提出建议。 南部战区副政委兼南部战区空军政委徐熙盛代表,就军对服从服务党和国家战略全局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军委政治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杜港代表,围绕营造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政策制度环境谈了三点建议。 重庆警备区政委刘伟,代表着重围绕打通军民融合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出建议。 北部战区副司令员王伟,代表谈了关于提升军事人力资源使用效益的极点思考。 海军副参谋长宋学代表,就统筹军地资源,推进海军军事设施,和装备重大项目落地提出建议。 军事科学院某所副所长刘石磊代表,围绕应对化学事故的安全威胁提出建议。 军委装备发展部试验鉴定局处长杜刚代表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作战问题研究。 解放军第305医院院长李韵田代表,就提高军属医疗待遇提出建议。 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李勇,代表建议多措并举推进联勤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陆军第73集团军政委阳诚代表建议精准对接未来战场推进训练场的建设。 湖南省军区政委冯一代表就做好退役军人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提出建议。 军委巡视组政军执行事专员冷制一代表,围绕纪检监察工作,如何更好服务被战打仗提出建议。 驻澳门部队政委周吴刚代表,就更好发挥军事力量作用,维护港澳繁荣稳定谈了建议。 武警陕西省总队政委公关与代表,针对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兵力运用问题提出建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到会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 解放军报记者欧阳浩,引航,原标题,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人民政府。 慰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1月23日下午,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人民政府。 在今联合举行慰问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活动。 2018年,军队各级党委机关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决策指示。 聚焦服务备战打仗。 加强组织领导。 密切协调配合。 强力推进军队离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工作落实。 针对军地改革任务中、遗留问题解决难等实际情况。 采取召开移交安置推进会、完善军地联动协调机制、开展联合督导等方式。 压紧压实责任。 主动靠前服务。 仅前有序展开工作。 加快移交安置进度。 圆满完成年度任务。 同时。 着眼实现服务保障力度不降、标准不降、质量不降等目标要求。 认真落实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 加强政策解释。 注重思想引导。 积极解难帮困。 不断提高服务工作质量。 据统计。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年共向政府移交安置施级以下离退休。 干部9600余人。 历年累计有32万余名军队,离退休干部,到地方安度幸福晚年。 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出席并讲话。 向广大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新春祝福和崇高敬意。 王武开、欧阳浩,在2018年的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中。 新冷战这一关键词营绕。 中国与美国在2018年,陷入新冷战了吗? BBC中文采访专家学者。 带你回顾2018年中美关系大事。 我建议我们忘记冷战这个词。 专注中美关系吧。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尔·罗比利尔·TDIY,在该中心的中美关系,年终回顾研讨会中表示。 冷战一词是抢眼的头条标题。 但无助于解释如今的中美关系。 没有涵盖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高速演化的特点。 使用冷战一词,来形容中美关系,是完全不恰当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姐State Putin Lloyd,认为,即使中美有尖锐的矛盾,也无法与美苏冷战相提并论。 用来形容两国关系的词语,真血影响,处理两国关系的手法。 谈论中美冷战,模糊了许多双方应当合作的领域。 瑞孝姐在1991年至1995年,克林顿当政期间担任驻华大使。 曾在冷战时期,参与过美苏谈判。 虽不认同中美冷战的说法。 瑞孝姐指出。 当今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有强大的实力。 战争将带来双方都无法承受的代价。 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 军事实力在高速现代化。 美苏相互保证毁灭的军事平衡,也适用于中美关系。 相互保证毁灭的军事理论假设双方都有足以毁灭另一方的武力。 一旦一方发动攻击,冲突将升级至毁灭双方的境地。 无人能够全身而退。 戴博则指出。 今日的中美关系不同往时的美苏,两国并不存在美苏当年的冰冷疏离。 各层面都有紧密的交流。 中美关系以战略竞争为主轴的态势,近年来难有改变。 但丹尼冷战来形容中美关系过于威严耸听,忽视了中美各层面的交融。 两国经济被国际供应链,仅仅绑在一起。 双边贸易量超过6,350亿美元。 在人文交往方面,目前,约有36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 站在美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 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在2018年3月的研究发现。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升至30年来的最高点。 5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 比起中老年人。 18到34岁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印象更好。 2018年,中美关系大事迹,上半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草案。 其后经参议院无意义通过,总统特朗普签字。 正式生效。 台湾旅行法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 但触碰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敏感禁区。 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 从宪法中删除中国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说法。 修宪草案其后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 事件震撼华府的对华政策界。 怀疑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交往engagement,政策遭遇滑铁炉,应转向为堵containment,的声音越来越高。 3月,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 计划对总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关税。 以惩罚中国盗窃美国技术与知识产权。 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信销售零件。 是因中兴违反伊朗制裁规定。 且未执行与美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在中美政府高层斡旋下。 禁令在7月解除。 但中美科技脱钩的趋势,已愈发明显。 5月,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展开中美经贸磋商。 中方宣布,两国达成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的共识。 然而,白宫在会谈10日后,公布新一轮征税产品名单。 外界普遍认为,中美谈判互信因此受损。 6月,中美宣布将向对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 用以牙还牙的举动,宣示中美贸易摩擦恶化。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会面。 美朝关系升温。 中国对此表示欢迎。 2017年,美国主要就南海问题敲打中国。 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向经贸转移。 华盛顿智库使听声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接受BBC中文采访时指出。